這邊的首先第一個是第四題 把它表示成POWER SERIES 而且他要去找他的 收斂 區間 那這個可以利用這邊寫的第一點 把 三層出來 把這邊的X帶X的四十方 然後最後再乘三就可以了 那他的收斂半徑是多少 他的 X絕對只要小於1 可是這裡的 這邊的X在這裡是X四十方 所以他是 X絕對只要小於1 他的四十方 其實是 相同的 所以他的 收斂區間就是 負1到1 Hmmm Protestant 泥